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Mix成员吉尼因私人原因突然退团不到5天 QIP娱乐就删掉了Mix官方IG中有关吉尼的照片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12月14号,有很多粉丝们发现 Mix官方IG的照片数量持续在减少 而被下架的照片都是有关吉尼的照片 甚至连吉尼的出道预告影片也消失了 目前只剩下广告宣传照以及部分团体照片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吗?真的无法理解 这对粉丝们也太没有礼貌了吧 那吉尼在的时候的Mix就不是Mix了吗? 有吉尼的时候也是Mix啊,为什么要删呢? 又没有宣布是以不好的事情退团,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也有很多另外一种反应 现在是一般人了,有可能是本人要求的啊 都解除专属合约了,当然要删掉 然后一开始我也觉得很伤心 但是我觉得连照片都要下架的话一定是有原因的 这不是一般的退团,有可能是本人强力要求的 因为在一起的岁月就这样放着才是奇怪的 公司承担着亏损解除合约的理由 我们谁都不知道 在这里整天只知道骂公司的人才是真正的黑粉 对于节尾皮娱乐下架基尼的照片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Redweb与Espa的新曲盘望反应 女团Redweb与Espa为了粉丝们合作发表了一首圣诞歌曲 虽然这不是正规的活动歌曲 但是因为寒往出现了询问大家反应的天文 所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的歌曲是平常看不到的风格 所以大家的反应都很好 看完背后感觉大家Part分配的都很好 很适合圣诞节的气氛 然后因为是颜值派对所以真的会让人幸福 Wendy的声音跟圣诞歌太相配了 但是因为真的都太漂亮了 所以记不起歌了 当然也是有一些歌曲不好听一起合作也没什么等的留言 但刚才也说过了这不是正式活动歌曲 而是为了粉丝们发表的圣诞歌曲 所以 对于Redweb与Espa合作的圣诞歌曲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位网红的消息 有追踪这位网红IG的观众们应该知道 他最近真的是很努力的更新那一句 尤其是最近几天不知道是吃错药了还是怎么了 常常上传网络上流行的那些东西 甚至昨天也上传了 《刻薄旁谈酸酸胆谈料的榜谈舞蹈》和影片 据了解在上传《刻薄旁谈舞蹈》之后 有很多网友们私讯他 问他为什么不上传到观看次数会比较高的YouTube Shots 而只上传到IG 而根据这位网红的有关人士表示 因为本人觉得自己身体不灵活 舞跳得也不是很好 所以不好意思这边也上传那边也上传 但是自己会持续的上传《刻薄》影片 最后这位网红也表示 一个礼拜最首会上传一个《刻薄》 或者是有趣的短影片 我会将他的IG账号留言置顶 有关心的人没关心的人 总之正在看影片的人都去追踪一下 哈哈哈哈 你这都留点丢啊 最后一会儿就会出现 大家会变得到